这类的诈骗方式 在我们以往的节目中 出现过不止一次 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 要端正自己的身段 我们人正不怕影子歪 继续往下来看 只因与人发生口角 就持枪行凶 近日陕西同川警方 经过大量的走访摸牌 辗转多地 最终成功抓获了 这个两度更名 潜逃33年的杀人逃犯 让陈锋多年的命案基案 顺利告破 1988年10月29日晚 犯罪嫌疑人韩非 伙同姚某 李某 刘某等四人 在同川市王毅区 生产资料公司门前 与人发生口诀 继而韩非持枪射击 只被害人沐某死亡 案发后 其余三人被缉拿归案 但主犯韩非一人外逃 多年来 案件一直没有进展 去年底 死者沐某的妻子 来到了公安局 开具死亡证明 让这起案件 重新受到关注 经过我们与当年 老侦察员的联系确认 查阅当年的安全材料 以及同案姚某的供述 犯罪嫌疑人韩非的弟弟 李某栋的谈话材料 结合当年的呼吸档案 我们确定 犯罪嫌疑人韩非的真身身份 就是李某名 民警通过对嫌疑人家属 受害者家属的多次走访摸牌 结合同案犯的相关佐证 在现代行侦技术手段的辅助下 梳理出了二十多名可疑人员 逐一进行研判 最终发现一个常年 在西安地区活动 名叫李云轩的男子 以偿可疑 我们调起了李云轩的户籍照片 经同案辨认高度相似 而且这个人很少与人交往 基本不用现代的通讯工具 年近五十岁也没有娶妻生子 并且他的生活习惯 与正常人也很不相同 有刻意隐藏自己身份的嫌疑 最终民警在咸阳前线 将先后更名为 韩非和李云轩的李某名 成功抓获 经审讯 李某名供述当年案发后 他八火车一路南下 辗转在南方各省打工谋生 在2000年左右隐居西安 多年来不敢回到家乡同川 也没有娶妻生子 一直东躲西藏的生活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名 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案件在进一步的侦办中